马林回应王浩离队事件 一番话烈人素养起劲 刘国良果然没看出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王浩关注马林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王浩的一些情况 那众手周知在前段时间的一直传出王浩要离开国家队的消息 这个消息当时要很多球迷都相当震惊 毕竟下一个奥运周期的工作正在开展当中 而樊振东的恩斯王浩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他在此时此刻离开对整个国平在男队方面的打击 是相当大 所以很多球迷自然的也都不希望他在这个时候离开国家队 而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随着这个风波确实已经是闹得越来越厉害 这个谣言传得越来越离谱之后啊 那么王浩本人呢 也终于在社交平台当中发了上千字的长文 来回应这个事情 并且辟谣了自己根本就没有离开国家队 王浩在这次声明当中特别强调自己呢 其实非常享受在国家队的生活 而且和 秦志简教练包括其他队友啊 同事啊都没有任何的不和 双方的都相处的 非常愉快 而且呢大家对他和樊振东的帮助呢 也确实是 非常多 那么他还特别强调说之后啊 他和樊振东的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去争夺 所以呢不可能离开国家队 也希望那些造谣者之后呢 不要再 去造谣绅士 所以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呢 其实看得出来王浩现在的根本就没有任何要离对的想法 而且对他来说他也确实非常想带着樊振东呢 去征战下一个巴黎奥运会 争取拿到大满贯的成绩 这才是他最终职业生涯的最高目标 也是他和樊振东的约好的一个约定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那么大家呢也没有必要呢再传出说王浩要离对 或者说对啊国家对这些生活不满意呀 那么这些说法呢根本就是 立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啊这一次的话随着王浩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离对事件之后呢 那么马林也针对王浩这一次的回应事件呢 来针对了一个点评 并且呢转发了王浩这个声明 在马林的社交平台当中呢他转发这一次动态之后呢他还点评了一番话 他说呢团结一心为国而战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那么这番话呢其实不仅是说出了这次王浩他的初心 也说出了整个这么多国平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教练员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他们从一个运动员成为一个教练员呢 他们的目标也就只有一个 就是团结起所有的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教练员的大家团结一次 然后奔着一个目标去前进 这个目标就是为国争光在所有项目当中呢拿到最终的金牌 在赛场当中呢 升国旗 咒国歌 这才是我们所有体育运动员最终的一个想法 所以从这番话当中也确实感觉到了那么马林说出这番话真的让人 肃然起劲 那么他作为一个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这么多年以来呢也始终是牢记着自己的要为国争光 这一点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了 他就不忘初心 所以我觉得刘国良呢也确实没有看错了那么在最近宣布亚运会的一个教练主名单的时候呢 已经是把马林提拔成女队一队的总教练 那么从这一点升职来看的话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刘国良一直呢也非常重视马林的培养也非常看好 这一个 啊教练员 那么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我觉得马林也确实没有辜负刘国阳的期待 我们也期待他之后呢能够继续努力继续再接再立不忘初心 带着国平这些女队的队员呢在争取在亚运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甚至在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呢来拿到更多的金牌 所以随着王浩这一次啊官宣辟谣这样的谣言之后呢也希望大家之后的话能够专心去关注 我们国平的比赛 不要被这些谣言的影响到这些球员和主帅的状态 最终影响到他们的成绩的话那就非常不好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